最后来做一些简单的小题目 请问你哪一个不是雷射光的特性 我们讲雷射光有三个特性 光色单纯 能量集中 破散性小 所以 等于光色单纯 能量集中 破散性小 那因为是光色单纯 所以经过三菱镜就不会射上 所以我们答案选的就是C 答案选的就是C 就是雷射光的部分 OK 那请问你C1 怎么样 来C1的上面 有一个一个的小洞 雷射光打上去 有那个洞 有洞没洞 有洞没洞 就010101 就所谓的数位信号 那 那个洞很小很小的密集 密码的分布在2CD的上面 所以用雷射光读取信号 是利用它的什么特性呢 可爱小女生2号 没有2号 有2号 没有 没有2号 起来吧 还有好多的小洞 雷射光读那些小洞 打到那些小洞上 然后反射回来 就有洞没洞 都没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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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吧 请坐 你们现在出现蓝光 蓝光雷 雷射可以放更多的东西 因为它的洞可以更小 蓝光的波长更短 所以就可以读更小的洞 更小的洞 所以答案是选猪额 来 28题 这个是旧的 旧的写15级 不过那个旧的写15级 用旧的标准 这是旧的 旧的标准 请问你多少叫做危险 用旧的写来法 就是旧的 刚才跟你写旧的怎么做的 25 没有来 34 就是可爱的新同学 11 旧的是写7以上过量10以上危险 按照新的是11以上危险 最后是跟各位简单的 复习一下我们的雷射红外线跟紫外线 OK 假科不对 要请你写 课后练习